果然没一会儿 猪如又开始动了 刚才他只觉得有人喊他停下 他不想停 只想跑 越想用力就越使不上力 这会儿倒是能动了 可是脚下呢 却软得厉害 因为方才他好像看见了几个手拿着哭丧棒的家伙 松了自己的身 这会儿他才想起来 扎文斌跟自己叮嘱过的话 心想 我是不是刚才卖错了腿遇上鬼了 他双腿无力发软地拖着身子往前走 可是马上要走出来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 此时他离大部队只有一步之遥 用手拉一把都可以把他拉过来 但是他却要哭了 我忘了我到底是走了几步了 这个问题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谁也没有留意他到底走了几步 面对一群无语的表情 诸如把心一横 闭上眼睛 一个大步跨了出去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嘲笑的人群和扎文斌凝重的眼神 光的一声 后面的那扇白雨门重重地自行关上了 扎文斌心头一揪 因为只有他知道 如果诸如真走错了步子 那么极有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路 地府这种东西在民间说来已久 一百个人或许对于那个地方就会有一百种描述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事都对其形容为一个极其阴森恐怖的地方 其实在扎文斌看来 地府就和人间的世界是一样的 只是两种形态的意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人有人的规矩 鬼有鬼的讲法 若是把自己当作游魂一枚 那到这里来走一遭和自家门口马路散步 又有何区别呢 人怕的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能力的敬畏罢了 过了鬼门关 如果真想描述的那般 前面便会有黄泉路 路边有彼岸花 会有奈何桥 还会有望香台 但是这里只是一座塔 它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和空间 来打造一个世人心中的地府 它有的只是空洞和绝对的压抑 但是事实偏偏不是如此 这塔中果真有花 鲜红的花朵簇拥在一起 整片整片的连接 如红毯一般 把那楼梯映衬得妖艳如昧 好漂亮的花呀 圆明一时间忘记了这是哪里 对于美的事物 女人总是那么敏感 在扎文斌的心中 他一直在告诫自己 这是幻觉 他的理由再也充分不过了 这里是藏区 古老的藏族先民 如何会建属于汉族传说中的地府呢 此处无光无水无土壤 哪里又会有这么大片的花开呀 扎文斌又带着一点自嘲的口吻说 哼 彼岸花开彼岸 只见花不见叶 生生相簇 据说只有点了长明灯 在棺木下的人才能看见这种花 也不知道是谁替我们点了灯 走上了这条火照之路 黄泉路上我们大家做个伴 有这么多人倒也不寂寞 他是第一个走的 迎着那火红的花朵 哈哈大笑着 那股子豪情 那股子洒脱 叫人看得懂也不懂 但是啊 却又心中敬佩 是幻觉 那就是自己心中所想 能往坏的地方带 就也能往好的地方想 人最脆弱的地方并不是身体 而是思想 任何人都有恐惧的一面 而死亡才是所有人都恐惧的通病 正是因为这个通病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来到的是无间的地狱 扎文斌已经想明白了 但是他改变不了其他人的思维 只要有人对这里还有一丝死亡的恐惧 那么这个地狱将会一直存在 这就和信道信佛信耶稣的道理一样 有很多人会告诉别人 他看到了真神 看到了佛祖 看到了耶稣 看到了三清 不信的人呢 自然是呵呵一笑 认为那个人是在开玩笑 但是那个人却认为自己是真真切切的看到了 还能描述的有模有样 是谁在说谎呢 谁都没有说话 心中有道 则道无处不在 心中无道 三清就真的在你面前 你也无缘见到 这就是精神力的强大之处 它可以创造出任何你想要见到的东西 包括死亡后的世界 呵这些东西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中作什么都没看见 不去搭理 不去理睬 不去看 不去想 很多人中了血 都说自己看见了某某某 其实啊 某某某是发现你先看到了他 他才会盯上你 诗人行人万万千 他又何苦单单为难你一人呢 越是胆小的人越是容易中邪 所谓的火气重是因为别人胆子大 杀猪将为何能避邪呢 因为他杀生太多 早已对死亡置之不理 在他的脑海里 人死了就和案板上的猪肉是一样的 同理 医院的太平间 火葬场的焚烧炉 古墓的挖掘现场 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们几乎见不到脏东西 反而是那些偶尔路过的人会中招 心中有鬼 则鬼无处不在 人越是怕 阳气便越低 那脏东西自然就要比你高了三分 这支队伍里扎文兵不怕 玄也不怕 但是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怕 只要恐惧之心不灭 则无间地狱永存 红艳艳的彼岸花开着 却没人有心能赏 红色是喜庆 但同样也太扎眼 据说最厉害的鬼穿的都是红色的 所以红色也是厉鬼的象征 这层很快就到了头 没有扎文兵想象的那样有奈何桥出现 也没有望川河 更没有孟婆 倒是这里出现了三个出口 有三个出口也不稀奇 而是所有人都看见 中间那个出口有一个人站在里头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 大宝 圆敏激动地喊道 门中的大宝朝他招着手说道 你们怎么到我后面了 快点过来啊 圆敏要去 却发现自己的手臂被扎文兵和玄 一左一右地拉住了 干什么你们 那是大宝啊 扎文兵冷静地说道 他死了 那个人不可能是大宝 圆敏挣扎道 就算他是鬼 难道还会害自己人 你们还愣在那干嘛呢 我上来都已经很久了 大宝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做转身要走的样子 他的身上还背着装备 脸色看上去和常人无异 若不是亲眼所见 大宝跌进了血池 扎文兵也愿意相信 眼前的人就是大宝 这时 玄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让扎文兵心头的疑惑又加深了 你看 他有影子 果然 扎文兵的确见到了地上大宝那长长的影子 反倒是自己这边 所有人的影子都已经没了 扎文兵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对面那个人真的是大宝 那他是什么时候上来的 为什么又进了那扇门呢 大宝见他们都不动 就静止走了出来 他的嘴里还嚼着口香糖 耳朵里依旧塞着那副白色的耳机 摇头晃脑的 一边走 他还一边嘀咕道 真是奇怪 我脸上有花吗 站住 说话的是卓雄 他手中的八一杠 已经瞄准了大宝的眉心 大宝的死 他是离得最近的 所以他绝不相信 眼前这个人 是活的 大宝双手一摊 转而看向了袁敏 看那表情 是在疑问 别重神弄鬼了 大宝直指自己 满是疑惑地问道 我怎么了 你已经死了 我死了 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时候死的 说着他还使劲捏了捏 自己的脸蛋 的确留下了 几抹红色的掐痕 双方就这么僵持战 谁也不靠近谁 卓雄的枪 就一直没离开过 大宝的脑袋 这边除了圆明 谁都不敢轻易相信 那人就是大宝